全面掌握國內外重要頭條 專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黃光琦 光琦節準備開始 POP搶先報 哈囉 天龍朋友 歡迎回到POP RADIO POP搶先報節目的現場 那我們今天 邀請到我們現場 因為是開直播 我先介紹一下 不影響我們等一下連線 我們現場是高直播 次播你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光琴好 是 好 那我們今天會談到一個主軸 這個主軸是相當具有新聞意義的 就是我們看到台南市議會的選舉 政府議長已經出爐了 我覺得衝擊比較大的是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所提名的邱莉莉 等人他們是被擠下來的 重演上一次的政府議長的選舉 那郭姓良他擠下了民進黨提名的邱莉莉 而且如果按照席次來講的話 這個民進黨有四位是退黨的 那另外還有一位比較受矚目的就是 陳婷飛他的妹妹也退黨了 那這一次到底怎麼回事呢 我們現在試圖的 我們之前已經講好的 我們試圖連線的是邱莉莉議員 那正在聯繫當中 那這個某種程度我們對於這次的選舉 還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分析 除了剛剛講到說 這個發出退黨聲明的四位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一位是這次當選議長的郭姓良 他宣布退出民進黨 另外還有三位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陳一貞 吳通龍 周立金 那這四位呢 他們發表退出民進黨聲明 一場政府議長的選舉 難道有這麼大的衝擊嗎 那另外呢 邱莉莉的部分呢 我們看到就是說 政府議長的選舉 還是被定位為民進黨有人跑票 不然的話 如果按照黨邊 按照集體動員的話 應該是會保送上壘 那剛剛呢 我也了解一下席次 如果在選舉前 九會一大選前 台南市議會的席次 分別是25 16跟14 1 25席是民進黨的席次 16席是國民黨 14席是五黨籍 你看台南市議會的五黨籍的成員 是相當多的 另外一席是台聯 另外一席是時代力量 那之後呢 你看這一次整個議會生態改變了 民進黨如果四個人退出的話 席次勢必是減少的 那至於國民黨方面呢 雖然跟這個五黨籍合作 但是結果也不怎麼如意 那謝龍介他操盤他說 並不感覺遺憾 他是國民黨的台南市黨部主委 好 那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 邱莉莉沒有辦法連線 我們另外安排的是梁文傑 我們現在立刻打電話給文傑 因為在這個台南 一場正負一場的選舉呢 我們除了看出 就是說整個表面上的一個 席次的分野 那以及勝負的成敗 但是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民進黨的基層呢 為什麼有退黨潮呢 是有人發出了一個 一個這個態勢 就是說 是不是歷來 從賴清德他坐上 這個台南市市長寶座 現在又是院長 是不是在地方執政 台南市就變成新潮流系 好 我們說新潮流系所把持 那無論是地方黨部啊 議員一直到市長 是不是都是由新潮流系而來擔當 那以這一次呢 當選台南市市長的黃偉哲 從初選一直到現在為止 都有一些聲音指出說 這個是所謂的新潮流賴清德 包括他嫡系子弟兵林俊憲 他們所積極服選的啊 那他是不是新潮流系的代理人 好 我們前情提要到這裡 我們後來呢 就由這個政府議長選舉之後呢 郭信良議長 集派新潮流系的代表 推出的 邱莉莉莉議員哦 那一直到這次的立委補選 是民進黨的前副命長李俊憶 對上新潮流 所推出的郭國文 當然俊憶上過我們節目 我有問過他相關的問題 這個不在我們今天的話題之內 好那但是呢 有些人就說是不是 不是因為有派系運作 呃 邱莉莉出來 而其他人不服氣 所以他們各自有各自的運作 以至於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是屬於茶壺裡的風暴 那針對這個議題呢 我們也不連線 梁文傑的放棄好了 這個事前我們安排的梁文傑議員 現在連線上了嗎 好 正在打電話 我們是直播了節目 你就知道我們一場這個節目 不然我們就是先由這個 連線上了嗎 其實我們安排了兩位人選 好 文傑上線了 文傑 文傑 是 是不好意思 太突然了 就說先前跟您約訪 就說今天呢 我們來談這個政府議長選後 也談談市議會的狀況 那我剛剛也前情提到就是說 有人這樣講說 是不是從市長 到地方明代 或者說到黨員 某種程度是新潮流系 在台南佔有這個相當的這個分量 所以這次推出的這個邱莉莉是否 是屬於流派所代表的人物 您先回答這個問題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因為邱莉莉她本身所屬的系統 跟新潮流其實是還蠻對立的 還對立的啊 所以這些說法 我覺得都空穴來風 因為 那個新潮流系在台南市議會沒有幾席 對沒有幾席 所以這次主要是因為某莉莉她自己本身連任很多界人 那所以她有一定的實力 那再加上地方上 其實很多人對這個就是黨內啦 對於上一次的郭信良他們的這個跑票事件 其實是黨內都很不諒解 所以大家就推邱莉莉吧 我覺得這次其實還蠻單純的 您幫我們分析一下 我剛剛前面有提到就是說 後來有四位是退出民進黨 有那麼大衝擊嗎文杰 他們是退出啦 但是我們的方式是會把他們開除啦 因為退出跟開除是不同的 主動退出的話 他是希望說一兩年之後就可以再加入民進黨 但是如果是被我們開除的話 就是五年之內不能再加入 也就是說下一次選舉的時候 他們不能夠用民進黨籍的身份啦 那他們原來打的想法是 是覺得說自己聲明退出了 那可能過了一兩年風頭過了 就可以再加入民進黨 下一次選舉的時候再用民進黨籍來選 但是對我們來說這樣是不可取啦 好文杰就你所了解 就是說你也提到上一次政府議長選舉 那時候還扯到李全教啦 那是一個狀況 可是呢這一次 明明白白的就是各自黨團各自操作嘛 各自政黨各自操作 您可不可以幫我們分析 為什麼邱莉莉這次會落敗呢 主要就是 呃 呃 郭信良他們 他主要是獲得了五黨籍跟國民黨的支持啦 嗯 那他自己 他又從這個民進黨這邊好像是挖走了三票吧 加上他自己一票是四票 所以 所以就 他就當選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說 上一次是跟 郭信良是跟李全教合作 嗯 那這一次 則是整個國民黨跟郭信良合作 哦 所以 國民黨跟五黨籍合作的含義有包括這個部分 呃 是啊 因為國民黨也知道說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也沒辦法選上嘛 嗯 所以他們就 選擇跟郭信良合作 郭信良顯然是 就是他的承諾就是說 他可以從民進黨這邊挖走四票 嗯 這樣子 所以 所以國民黨跟郭信良做個合作這樣 嗯 文傑 嗯 可是在這個 呃 我們就整個政治生態來看 嗯 不管 黃偉哲選的票數如何 哦 甚至我們用分區來看 有衝擊到王定宇 哦 因為王定宇看 哇怎麼前後差這麼多 他自己也會有警覺嘛 那 所以呢 畢竟 我們是看賴清德那時候當市長的時候 包括議會是完全執政的一個狀況 那這一次不管怎麼樣 民進黨還是占多數嘛 是 那 所以 為什麼民進黨的黨邊揮動在 兩次的選舉當中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殘局呢 呃 我覺得其實 其實南北也是有差異啦 嗯 因為在 其實像在台北市或是新北市 因為媒體的注目比較多 是 那大家選舉其實跟媒體關係很大 嗯 所以 黨紀黨比較好好好好指揮了 嗯 老實講像我們台北市跟新北市議會沒有什麼跑票 從來沒有 嗯 嗯 那但是到了中南部 很多議員他覺得說他選舉是靠自己 他也不是靠民進黨 嗯 那 很多其實過去 這個中南部的很多民進黨籍的縣市議員 其實是從國民黨或武黨來加盟的 嗯嗯 是加盟店啊 嗯 那不是不是直音店啊 嗯 對 所以他們很容易就跳來跳去這樣 嗯嗯嗯 對 所以在在中南部確實民進黨的這個黨紀是比較難難指揮 但是我覺得這兩次事件你就必須要痛下決心 因為像上一次上一次李全教那個事情 嗯 呃民進黨的這中平會做出了一些很輕微的處分 嗯 做出一些很輕微的處分 嗯 那所以這一次如果再不痛下決心的話 我覺得就民進黨乾脆解散算 哈哈哈哈 對啊 這麼嚴重 那陳廷菲的妹妹陳一貞 是 他也在退黨的行列當中 對 你怎麼解讀 因為姐姐 畢竟非常知名 那不管怎麼樣 呃他也參加這個台南市市長的初選落敗 好 那他在民進黨裡面算是 呃重量級的立委 我可以這樣講 哦 那妹妹在台南市議會碰到這種狀況 他退黨了 那顯現是說不管是對這次的選舉 或者說對整個民進黨他用退出 那您剛剛有提到就是說主動退出跟被開除是兩回事 對 可是某種程度你怎麼去分析這樣一個狀況呢 我覺得呃 大家也都知道陳廷菲委員是挺國性良的啦 是 是 明白講是這樣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 那所以呃陳怡貞挺國性良的我們大家也不意外 對也不意外 但是其實因為我們 老實講 老實講 但是最後的結果 還是讓大家頗為震驚的 因為 因為過去的議長選舉的投票是用匿名的 哦 過去是匿名啦 這一次 第一次法律修改之後 是要這個公開啊 每一個人投誰都要知道 所以老實講 我們以為這一次是沒問題的 因為量票嘛 對 就等於是量票嘛 是規定一定要量票的啦 那他們乾冒大不會 就是說跟民進黨對錯 那這個勢力是可以怎麼解讀呢 這股勢力是對湊民進黨的 當然就是說 你民進黨中 這個我們這次選舉大敗 你會讓大家覺得有一種 好像中央黨部已經沒力的感覺 老實講 蔡總統他辭去黨主席之後 感覺上大家好像也就覺得 中央黨部那就不用管他了 是有一種傾向 所以到中南部大家就覺得說 那個 那個 無所謂啦 先這樣吧 因為還有更大的這個政治局勢 必須要顧嘛 顧及嘛 這是一個小的戰役 當然最後想請教文傑 那如果地方勢力 他是某種程度像郭信良 或陳廷菲委員 跟他們姊妹的這個地方勢力是一回事 那也顯現到這次政府議長選舉了 那又退出民進黨 就好像就是說 民進黨衰到 整個大家不看好的狀態 執政不利等等 這個狀況又血向加霜了 所以你怎麼看待就是說 民進黨乾脆啦 怎麼重整 一氣呵成 能夠把這個現象能夠 變成對民進黨有利的 那您剛剛分析說跟新潮流系 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根本沒有關係 但是某種 因為這次推出來的政府議長 台南市黨團推出來的政府議長 都不是新潮流系的人啊 而且新潮流系在台南市的 沒有幾席立委 也沒有幾席議員 是 所以人選也不是你說 邱莉莉跟新潮流系的關係 也不如外界所想像的 對 而文爵最後40秒好了 你也幫我們收尾 從這次的政府議長看 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這次總統大選 選完之後 出現一些愧疾的現象 包括現在有一個台南市的候選人 初選候選人 他居然招牌上面打的是韓國瑜 然後呢 你看葉俊榮 他可以這樣好像耍脾氣 以為自己是很英雄 然後居然就這樣 就像廣東那樣 已經就沒有人在甩 甩總統府 或是在甩這張黨部 台南的這個選舉也是一樣 台南市議長的選舉也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重整旗鼓啦 然後黨紀就是要趕快很明確的 處分下去啦 那不要再讓任何人有心存僥幸 那因為雖然很多人說 這個不要有什麼黨紀 我覺得這個話 這個就太離譜了 那否則政黨存在就不需要存在了 沒錯 正在政黨政治的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如大如脫江的野馬 那對民進黨衝擊成大 我覺得可能我們這個黨規要修改 類似像這種議長跑票的這種行為 應該是開除之後就永遠不得再入黨 我覺得有些人他的心存僥幸 覺得那我五年後再入黨 是 那這樣民進黨還需要存在 是是 好 謝謝文傑 跟我們做這麼精闢的分析 謝謝梁文傑 好 謝謝 好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抱歉 抱歉 師傅 暫你的時間 抱歉 沒關係 坐牠 木本 Bean、米、米、李、菓 原文 AG 你剛講那個席次的分配吼 這次選拖的結果 誰選拖的結果 不是選拖 對 選拖的結果 就是選拖的結果 就是選拖的結果 25、26、 Charge 是11月24日之後的結果 OK好 我等 Quit 跟著你 所以我剛聽你講說是 你剛講說是之前 因為我剛聽你講 你可能只口誤啊 這個是選後,選前的話民進黨根本單獨就過半 單獨過半的事 對,所以說上次跟這一次的情況來類比,其實不正確 我剛剛聽了之後,你說選舉前的情況,我就記住一下 民進黨自己這一次靠自己也過,也許你全不一樣 他也要找人家合作 兩個人的自在家裡,兩個人的浪漫的情緒,全家人的相知時刻 因為VOVO的安全守護,使好像人生的不期待,都是最好使播 VOVO年中更加優惠,全球系19年式升級多項定期科技套館 帶享最高60級民地,指定休息再加更一年的事情 最高40萬優惠,快點,送下VOVO全盤展示中心 小女子,本人這環境實在是太高高了,咱們還是出去買房吧 娘娘,我現在買房這麼辛苦,你哪來的營養買房呢 你瞧瞧,這部屢分工,民進機場捷運A8站 現在首購28萬計,只要預付999,還全區互負邊接雙面宅 今天好像設計進食得很多了,哈哈哈哈 負責人運A8站,客人ya3 396,猪蛇蛇蛇蛇 O 牛友人家335.339.419.421.3800 負責人員,本人家335.339.850.339.421.39.421.3800 負責人員,本人家335.421.3.339.421.915.420 欸... 牠的... 牠是... 牠的~~~ 牠的... 牠的,牠的... 牠的... 牠的... 我陪你聊天啦 他講的很多都不對啦 最重要的是跟上次的類比不對啦 他講的還有第二天 還有人告訴你 他講的很難解 什麼他講的 他講的我講的 我也講的 我講的他講的 抗風的就行了 去追悶 還有他練習的 今天雨天 每一天都像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气 POP RADIO 就一起 在一起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司博我们来谈谈 你就延续刚刚那个话题 我先首先更正一下 我刚刚念25 16 14 1 1 那是现在的席次 我刚记录上有点错误 我这边更正 师博你听这个文杰他的分析 就你们 当然国民党有参战 他说跟武党籍合作如此 那你所了解的状况呢 我认为刚刚那个梁文杰议员 他这个最大的一个错误 是把这一次的情况跟上次类比 把它当作是一样的状况 说好上次那个李玄教他联合一些议会的不同党派的人选上 然后呢 这一次把它当作是跟这个上次李玄教一样 这是不对的 因为上次这个有几点不同 上次民营党他在议会的席次是单独就过半 在单独就过半 然后那个意思也就是说 民营党他整个团 他整个所谓团结起来 他自己就可以选上 但是这一次民营党 并没有过半 他是最大的党 他们上次有跑票 这次也算是有跑票 所以刚刚梁文杰说 他们上次什么轻轻放下 怎么轻轻放下呢 上次开除了五个人 上次他们民营党党团开除了五个人 这绝对不能算轻轻放下 上次只是他本钱雄厚 所以他开除五个人也没有关系 但这一次最大的不同 就是民营党自己虽然是最大党 但他并没有过半 因为57行 你看他25嘛 他并没有过半 所以民营党自己 如果要要选上的话 他其实也是要跟人家合作 可是如果 国民党不跟五党籍合作的话 你看25对上国民党的16 就第二大党啦 那他还是绰绰有余嘛 那五党籍如果没有合作的话 他14席也难敌25席民进党 对但是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啊 就是选后 这个选出来以后啊 的反应 如果像梁文杰讲的 这么没有正当性 那为什么 黄伟泽市长不像以前 赖清德市长一样 他就干脆就直接讲说 你李全教 上次他的态度是这样啊 李全教他根本否定他的正当性 所以后来导致他234天不进议会 对对对 对不对 你看这一次 那个黄伟泽市长 你有办法去否定郭信良的正当性吗 你敢这么说吗 对不对 黄伟泽市长第一时间就讲说 尊重民意 尊重民意选出来的结果 这就表示说 这一次郭信良的这个 这个当选 你站在民进党的党派立场来讲 他违反你的党纪 这是事实 但是就整个台南市的社会氛围来讲 他并没有不具正当性 很多人认为说要让议会不变成橡皮图章 就是要让议会选出一个 这个能够让议会发挥的议长 那就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个民进党 有四个人脱党来跟五党级跟国民党合作 那国民党站的角度很现实啊 你自己的实力不足 但是你又想要议会能够监督 发挥监督的功能的话 那大家想要一定要合作 推出一个能够过半的一个联军嘛 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次的结果 那你说这一次有没有正当性 我看这个正当性其实很足啦 就比上次李全教他们攻的那个点 上次赖清德攻李全教是说 李全教他们他认为他整个操作涉及会选 这次整个都是记名投票 记名投票人家还愿意就是公开的 要跟你决裂 你站在党派的立场你去处分他 没有人有话讲 但是你要说他没有正当性 那黄伟哲为什么接受 不然就黄伟哲为什么不学 不学赖清德说不进一会 那师傅这样好你说的好 那25扣掉四席 他们已经脱党的 那21啦 那如果把它加到五党级 14加4就18了 18再加上国民党16就34了 那34对抗21席的民进党 那以后黄伟哲在议会 哇那个就难了 我先做一点小修正啊 那个光阴姐14席五党级啊 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是属于这个 五党级的这个政团 不是无盟的 对对对他有两席 他是没有政党的 对对他就是没有政党的 但他有两席三帝跟平地原住民 他在这一次选举是支持邱莉莉的 所以不能把14都算成是 对算成是一个group 但是我我我只能这样算的原因 就是说非民进党籍的 对对对对 非民进党就是他会是一个group 我们用这样两边分吧 对对对 那你就算把你刚刚的因素扣掉的话 黄伟哲还是一样难为嘛 你碰上四席脱党的这些民进党的 在政府议长选举都这样干了 那怎么办 两边 否会不会和谐的 我两边的比例啊 可能是那个非民进党的这一边 反民进反新潮流啊 或者反当权派这一边啊 稍微多一点啊 可是他也可能是很 有时候会过半 有时候可能搞不好就少一点不会过半 他这个是一个将来可能会有很多不确定的状态 因为你知道57的话 57席的话过半 其实你就是要要29嘛 要29 但是29这个数字哦 其实并不容易过 因为郭信仰这次当选是28 所以他是比较多数啦 所以将来有很多 我们可以观察说议会是不是 会有一个形成一个稳定的过半数啊 来制衡市政府啊 这个事情其实是将来值得观察的一个重点 其实在之前哦 民进党籍的立委 陈廷飞 跟这个郭信良 他是上一届的副议长 他们就曾经抗议台南市党部黑箱 还闹上高层嘛 就是说在茶壶里的风暴是从民进党一直初选开始 那陈廷飞不服气 那后来勉强在台面上大家手牵手了 可是事实上 这个隐忧是说 每一次的选举 会不会实际上 请全力辅选嘛 那这是一个角度 第二个角度 呃 因为司博你也可以做政治分析 我看你常有一些专论 那你怎么看待台南市黄伟哲如此 那也有人提到 高雄市的市长 韩国瑜 他以后会面对什么样的议会生态呢 虽然他们 他有跳进去哦 因为你知道 府会要和谐他的政策 他的预算 他才能推动嘛 那可是有人讲说 那老议长回锅 哦 那如何如何 你觉得 第一个 市长该不要介入政府议长的选举 那你用监督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那个光行姐讲这个问题 是一个非常好的大灾问 我对这个事情事实上有过一些思考 是 我我个人认为啦 你如果说希望府会和谐啦 我觉得这种都是非常站在非常党派的立场 也就是说你全面执政也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是民主政治原来的原型的101 他其实是议会要监督行政部门 你如果不要站在政党的角度 议会他应该要有所发挥来监督行政部门才对 所以如果你希望府会和谐 或者是说 那个府会完全执政啊 我认为这个概念都是非常党派式的概念 那当然 呃这个事情说这个议会啊 是变成橡皮图章啊 这个其实是很多是起来有致啦 那我认为以我们台南市的情况来讲 议会变成是那个市政府的橡皮图章 产生出非常多的弊病跟问题啦 好所以我觉得啦 我们倒是可以说说有有时候一件事情哦 他的发生啊有时候是一半基运啦 一个人家说一个好的状况好的制度啦 之所以产生一半基运一半是人为啦 好那所以这一次我们也不要讲说 呃这个国庆党他们这一次这样选上啊 他们是这个呃好像是这个造福人群啦 意在造福人群 我们不要这样把他们当成说他们就是非常好的好人啦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一次这样子整个联军把把民进党的当权派啊 给推翻掉 这个对台南市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为不然的话大家知道说我们过去呃连续几年啊 台南市政府的预算啊送到议会啊 从来没有被删减啊超过这个百分之三 像去年啊甚至还删减了个十几万 那这个怎么能这个怎么能当作是一个尽责的议会呢 是对不对所以我是认为啦 如果说呃要让台南市哦 辅惠如果是过度和谐啊 对台南市民是不健康的嘛 就是辅惠一家亲那还监督什么呢 所以议员很容易流为自肥嘛 比如说我们常在选前探讨那个所谓的议员的所谓的工程款 对 或者说那个那个那个相当金额有时候高到 政府议长级还有上千万几千万的这种数额哦 所以最后我们这一段小节我请教师伯哦 那个从北到南啊 嗯 我我看哦 我不点名啊 我觉得这个议会生态还是脱不了黑金 我不是说全部 但是地方那么基层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 跟我们高来高去看了那个 所谓的 一般要清明的那种既望 其实很不同 你对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到 2018年还是没有办法结束 而且政党有时候没有办法约束到嘛 不是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哦 说政党这分成两个部分 然后很快跟大家交告 我觉得说现在的那个议会哦 呃在议长的选举 这个议政府议长的选举 然后你刚刚讲的其实就是肉筒政治那种交换 就是 它其实就是肉筒政治那种交换 其实我觉得比黑金来的准确了 我觉得这种情况 呃 事实上确实是存在 它不脱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但是啦 我觉得它有逐渐的在改进中 比方说我刚刚梁文杰说 我觉得跟上次那一比不正确 另外一点就是说 这次全部都是记名投票 所以事实上没有人是 呃他可以混水摸鱼的 这也是事实上因为 上次那个呃 台南市的议长 政府议长选举后 赖金德他说要这样改 那改了问题是人家就是 就公开说 我就是不要跟你一道嘛 我我指的是不分蓝绿的哦 对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有些人选你 你摊开来 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有些背景 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我我我是认为说 呃 议会的这个议长 他最重要的重点 是我们要 要看看他能不能让 这个监督市政府的力道 能够充分的发挥啦 好 那我觉得这一点来讲 我们 呃 地方议会啦 有很多确实 不大及格啦 好 那我们对地方议会的监督啦 也不像对立法院的监督那样 有很多监督团体 嗯 所以事实上 呃 我觉得地方议员的问证啦 如果将来 有这个NGO有兴趣的话 大家其实应该要多多的 把重点放在他们身上 因为毕竟你说 很多这个市政府是 他事实上的预算也很高啊 像 我们台湾市政府啊 他有 他一年有大概 快接近900亿的预算啊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分配 是 所以你刚刚讲说这种议会 无力啦 监督无力啦 然后呢 他都分 沦为肉统政治 嗯 这种情况下 这种确实实际有 肉统政治 简单来讲就是分赃政治嘛 就分赃啦 分赃政治嘛 对对对对 好 我们休息一下既然高四伯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当然跟他谈谈九合一大选 好 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马 回来 但是我刚刚忘记讲一个例子哦 你说议员啊 大家都吃肉统嘛 然后 然后 不监督 但是不是说很多都变成肉统 大家不监督啊 他事实上其实是议员自己得的好处 可是该监督的东西你有监督啊 比方向我们台湾市 那个房屋税算是算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房屋税根本是违法 根本是违法违宪的 那议会有没有发挥 完全没有 对啊 这点我刚刚 等一下我还叫了机会补充一点 对啊 所以 肉统政治其实 反而让人民受害啊 你竟然在试习吗 我现在试习 试习 这个下学期开始 可能会变成检科 对啊 因为我 我大部分是在台南 我在台南另外找了 另外下学多了一个投选 我在南台财经法律研究所 当教授 所以 我可能会 会在那边 那边为主 其实也都是坚韧的 你现在在 还要蹲点吗 我现在大部分在台南 我今天特别上来吧 你蹲点 真正的概念啊 我其实本来就出在汉家 其实你今天是选的不错耶 真的吗 谢谢 得票还算 可以交代的过去啦 可以交代的过去 可以交代的过去 就是没那么差 他以内的射程啦 射程范围啦 他们每次一讲都讲说 所属他是几% 哇 宝贝 哇 哇 宝贝 宝贝 他那边写45分啊 意思是说下一段 宝贝 是45分 12点45分 OK 但是我们不要超过太多 有时候我 我习惯就是 没聊完 我会往后演 如果你40 那我们最后一段 你变很短很短 因为最后一段 这是我控制的问题 你想想看啊 我们例如说第一段 大概最多18 可是我们刚搞到20 22 然后 必演下去吗 我眼睛没有瞄这边啦 不然的话 我可以帮你稍微控制一下 可以不要讲 我直接 不要讲 那你要知道就是说 这跟真理的节目 是大概分到你两分钟 然后轮来轮去 再讲到两三次 那我们 我其实是可以 OK的 比较多时间 很高兴啊 很高兴你来上一次 现在 好像一个礼拜 只有来台北一天 两天 这样子 如果来台南的话 欢迎来找 欢迎来让我们 让我们 这个 进进地址 我告诉你 部分蓝绿的真理人物 常跟我们讲 可是我们每次去我们家 都是自己 我 因为第一个 因为我 麻烦别人嘛 第二个就是说 我就自己 自己玩 这样子让你 不麻烦 但至少有一件事情 我们有一些 很有意思的私房 技术 或者是私房 私厨 我可以跟 可以特别跟你讲 小技术而已 我说你以前他安排 是整个 美女人 有的时候 到地的小师 真的 也只有你们在地的才 可以我一定知道 我去过一个很漂亮的那个 我去过一个很漂亮的那个 一个做船的 那个 什么隧道 绿色隧道 那叫什么 四草 四草 真的很漂亮 那个就是那个 正成功当中 那真的 他没有人工雕琢吗 没有 那真的很漂亮 我一直看到照片 我今天就带小孩子去 我们两个 就我们两个 今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Time radio 是我 在一起 就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光晴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怕抢 欢迎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师伯 看选票统计 黄伟哲36万7千多票 那你呢 31万2千多票 那陈永和将近12万票 但是他不能够等同于 就是可以加到黄伟哲身上 他不能加入任何人 对对对不能加入任何人 林一峰没想象中那么crazy 那等等 我觉得选的不差 在台南那个地方你的看法呢 但是是落败的 你说我啊 对对对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 你自己讲啊 我发现你蛮健康的 我觉得还是挺对不起人家的啦 怎么说 因为大家都忙了半年多啊 然后呢很多人都是满怀的期待嘛 你说台教的 就是我帮忙我的人嘛 帮忙很多是那个地方的人嘛 那有很多是可能是全台湾的朋友啊 他们也很多人也很希望台南这次能够翻盘啊 那我们这次等于是翻了一半啊 没有没有把它翻过去 大家虽然说这个差距 呃国民党跟民进党在台南选啊 可能差距像算是挺小的啦 但是问题是你还是插里门一脚啊 那你插里门一脚就是表示说 呃台南这次还是会继续走民进党 尤其是赖神的路线啊 嗯 那我们是觉得很可惜啦 师傅我请教一下哈 两个点 一个是民进党执政不利 大环境是有利于你们这第一个 第二个寒流嘛 寒流也其实也某种程度 真的那么近也刮到台南市 那在这两股这个气势之下 实施之下 为什么没有办法翻盘呢 有人讲说是人选吗 还是呃台南那个地方 本来就根深蒂固的 要翻没有那么容易 你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这个 看事后的选票 我们在都市化程度 比较高的地方啦 表现都不错 我们有些地方 就是都选赢对手啦 那呃但是第一个就是 我们在乡下的地方哦 还是很多地方 事实上都是输啦 那所以我觉得台南这个乡下的地方 呃就尤其是旧台南县啦 我觉得呃要要要花相当的时间哦 才能够去突破 那是县区嘛 对县区就是旧台南县 那而且我们呃台南市 以我们大台南市来讲 我们旧台南县县区的人口啦 比这个原台南市来的多 也就是说我们我们我们那个 本来原台南县这个县区人口啊 比市区人口来的多 那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要想办法去去进行 去做突破 那那这一点这个高雄市 旧高雄市跟旧高雄县两边的人口比较相当啦 那第二个当然是这一次大家都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说我我自己生的事后 我也有一个很深切的一个一个反省啦 我觉得以后要当要当候选人 我觉得你要有要有办法去在这个空军喔 去卷起那个市啊 那我觉得你要在现在这个时代喔 所以你一直言下之意说你没有像韩国瑜那种绅士 我当然我当然没他那么厉害啊 你尽量啊 当然当然就是说那你也想办法有政治政论节目录出啦 那但是我是觉得 你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喔 你要卷起那个市啊 要有某一种特质 那种特质 大家知道因为我是学者出身的嘛 你是法学博士 对我也曾经现在这个思考过很久 就是说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特质 去归纳说 就接地气啊 像大家流行讲接地气 但是他们接地气重点是他要有一种 比方说你要在那个抓住机会啊 比方说在人家有一个学者说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红个红三分钟啊 对不对 这是个时代 如果三分钟轮到你的时候 你就要想办法能够爆出那个能量 那我觉得这一点很多传统型的政治人物啊 都这一点都做不到 那我觉得你如果可以看观察一下 韩市长他的状况 他其实也是从八月以后 他的这个声势啊 就扶摇至上 他抓住了几个非常好的机会 然后他再加上他本来 他有的一些别人所不具备的一个背景 包括他个人这个人 让人家觉得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特别 然后非常 我觉得蛮钦佩他的 就是他不是很老国民党那种传统 就是他身上你一般来讲的国民党籍的候选人都想象得到 可是他完全摆脱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边透了个小秘密 其实韩国瑜他自己心里有数 自己可能会五五坡或翻过去的 是七月中的中下旬的时候 当时候他说他也打空战的时候 饱受名嘴的善效 所以说政治就是结果论 那某种程度 再倒过来分析就比较精准了 我们休息一下 今天广告我们再跟高思博 我们拉大来谈 现在这个悬后的政局啊 对不对 这个可以谈的部分很多 马上回来 不好意思我又没有看到时间 没关系我的问题 广告看不出哪个政党 但诉求是非常棒的 说你啊 高思博广告吸引到我 什么广告 广告我不知道哎 他说你的广告吸引到他 他一开始没有太关注 因为台南大家都认为没什么 没什么好看的嘛 谁铁银铁书的大家都觉得 他打出了一圈 突然有被警局是 你的广告好像是什么 就是那个我最后就有打 那个南高合作啊 还有还有还有一个什么 新台南起义啦 起义其实是我先讲的啦 但是后来 那个韩国瑜的feel比较成功啊 什么的焦点啊 他比较像是起义军领袖嘛 他每次出场的时候啊 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我跟他走过两次哦 真的是寸步难行啊 你走路哦 你走路哦 你走路都被打到人啦 而且很担心像那种足球的那种暴动啊 就是说大家一倒啊 一直全面倒一片 那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火顶防种啊 真的 人马砸怕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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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很危险 到吗 周边一定要有一个护卫队把他保护着不然他的手可能会被拉到多久 对 他们后来有安排那个 我访问那个护卫队嘛 他们安排三个那个 跟他很像的 我們台南有一個啊 我們台南也有一個 從背後看非常像 對 從背後看非常像 就整個Longging大廠的時候 可能會有點會癢 那讓他可以脫身嗎 會集中在一個地方 我覺得他跟國民黨傳統的人 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是我覺得他不屈指 我覺得他不屈指 放得開啊 對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 你要傳統的身份來做啊 不容易做得到 尤其是面對 比方說 面對像你這樣的犀利的人的時候 媒體的人都不容易做得到 因為你總會想說 怕講錯話嘛 但是我覺得 他基本上就是 他每個媒體 包括他很Local的電台他會去耶 對 所以他很渾然天成 我覺得他這也很厲害 像我們 他經過你 你要求他 邀請他他就會來 對 你看那個地方 這三次 而且我覺得他 他 讓人家覺得講不起來 非常的瀟灑 可是他又 沒什麼失誤 你說柯P還 有時候講話還會失誤 我覺得他 他沒什麼大失誤 他就是那個 政策被檢驗嘛 就是那個 太平島跟那個 可是我覺得 摩天爐還算可惜 可以做到 而且想有點麻 雖然乍聽之下 也會覺得說 說這個 好像有點好笑啊 但是 但是 你如果要打造 不是不能的 他還算十幾塊 可以 可以 等到他打造出來 大家 今天一天 每天都想你 Hot Radio 是我 友情 我就一起 在一起 POP 搶 光臨姐準備開始 歡迎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我們今天有請 當時來我們邀請的是高思伯 思伯 其實我自己在台面上 我有分析啦 可不可以從這一次 整個大選的結果 而去研判 朱立倫 您的姻親 他在台南 是不是也 以後選舉 必須要加強 我覺得這一次 有一個全省性的現象 甚至我認為是 全球性的現象 就是我覺得 我們台灣的 就是所謂的 藍綠白啊 的三塊 我們把白就當作是 那種 一般來講是 中間選民 或無黨派的 他可以 他有可能可以投藍 也可以投綠 但是他更有可能 如果他們覺得 有的人的出 有候選出來的特質啊 符合他們的Fu的話 符合他們的調性的話 他們搞不好也 全部都去投 那種非傳統型的政治人物 所以 我這次在台南選舉 我有一個 一個蠻大的體會啊 你看像 我們那邊 不管是我們那個 李丟貝啊 他就是打龍騎野 買一場那個單一 或者是像 那個林董 盔姬林董 他辦了好幾場電音趴嘛 然後就說 他是年輕人的寵物 那 他們兩個人 他們兩個人 加起來啊 拿了20%的票 那這20%的票 我相信 都是 對於藍綠 如果你是 讓他們覺得是藍綠的 傳統的 那種 那種型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他們都不滿 所以我覺得其實到處 都有這種所謂 非藍非綠的票 而且還正在擴大 姊夫朱立倫 他是在剛好25號 他很明白宣布 他要參選總統 2020的總統 因為現在政治人物 真的要直白一點 就是 你不要扭捏 所以他符合這個部分 但是 他也在改造他自己 改造他 那我同樣的問題就是說 您剛才提到非典型 而且現在有個韓國瑜的模式在前面 那朱立倫 朱市長他 現任 那過去中國國民黨黨主席 那張善政 坐你那個位置的時候 他受訪 他說 還是有國民黨的包袱 那我看那個中國時報的社論講說 如果朱立倫他不拿出點不一樣的東西的話 那如何去競逐2020 而且是有把握的 你的看法 我覺得 我覺得 現在要拿出點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可以分成風格跟內容兩方面 我覺得風格的部分 就是我剛跟光琴也講說 大家現在喜歡的那種政治人物 是那種非傳統系的政治人物 非傳統系的政治人物其實就是不拘謹 而且你講話要讓人家很快能夠聽話 不要讓人家在那一二半工 說這個人好像 好像繞來繞去不知道在講什麼 現在不能這樣 但是我覺得傳統型政治人物 在過去的政治環境裡面 會受到制約 因為你會怕講錯話 而且總是會有這個 比方說 尤其在行政部門當政務官的人 對 你會有長官嘛 那你講錯話 你自己要負責 是 所以我覺得風格上 在要做很大的調整 那我覺得在內容上面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這個 我們台灣的民眾 我感覺到說 他們對於台灣面對的問題 其實是非常有急迫性的 而且他們也認為說沒有出路 就藍綠沒有給他們一個 他們覺得是一個 一個way out 沒有一個出路 對 那所以我覺得如果是朱立倫 將來在要競選總統的時候 我覺得內容一定要讓大家覺得說 你可以提供給大家一條出路 那現在台灣的老百姓 我覺得已經急迫到一個程度 就是他們覺得藍綠都沒有給他們 一個好的出路 其實啦 但是我說實在的 我也不認為現在所謂的白色的 這種力量 不是打著白色力量 就是萬一單 有提出一個 有提出一個 較為完整的一個出路 我也不認為 大家只是因為覺得 藍綠都沒有辦法給他們滿意的答案 所以大家就寧願試試看嘛 但這是全世界的現象 這不只是我們台灣這樣 美國英國這種老牌民主國家 法國也都變成這樣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選總統的人 一定要讓人家覺得說 好啦至少你提的這條路啦 不要說百分之百 是大家願意跟著你走 試試看的 那我覺得一定要做到這一點 好 師伯抱歉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 給你的沒有那麼充足 還是非常感謝你 那希望你有空經常來 那你要還是在台南繼續蹲點 到台北的時間有限 但是歡迎你常來我們節目 謝謝你 歡迎你到台南來看我們 好 我們互相接一下底氣好了 好 我們緊接著 我們來收聽聯網搶線報告文 Danny主持的音樂1、2、3 好 謝謝師伯 師伯 今天幫我扣製作 你好 但是你放心 今天到聯網交點新聞 我們還是行李如一拍照 好 玩什麼都談 太棒 如果台北市場 作用者當選 為疫情以上支持率 可以減染 到 好